我們來看看昨天早上 蔡總統大門一開 官邸大門一開 黑頭車進來 包括輸車上帶著羅秉承 等人去跟他溝通 討論五倍券的事宜 羅秉承會後還出來轉述說 總統很肯定 而且很支持 而且同步的 其實這幾天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梗圖 已經齊發了 都做好了 包括了振興更多倍 紓困發現金 他的意思是說 紓困4.0 也就是說我們疫情剛發生 沒有多久 已經有906萬人 不等的人 因為可能你家裡有小孩 或者是說你去年 你的繳稅不到多少錢 所以會發給你 一到三萬的紓困金 他認為他的紓困已經完成了 我已經做好了 我下一階段我要進去 我move on 到振興 所以我現在在做振興券 你們在叫什麼 沒有錯 可是他忘記了 紓困有很多人 沒有領到 至少我們都發現 很多人沒有領到 很多人被落高 因為我們的紓困太複雜 申請的手續也太多 很多最弱勢的人 他反而申請不到 所以他就說 是是振興 所以跟紓困是不一樣 你也可以看到 下午三點多 蔡總統 他同時也是民進黨的蔡主席 他在中職會上 有下一個命令 他說你們這些人 你要把五倍勸都溝通好了 不要再有雜音了 溝通好了再上路 那當然小英的說法 很多人的解釋不同 有人就會認為說 這個像是尖閣 王世堅他就認為說 小英總統要出手了 事情有轉圜的餘地了 可是也有很多人認為 小英只是後面多加一點字而已 他基本上不想管 亮哥就覺得小英根本不想管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午三點二十四分 民進黨的臉書圖文庫 宣傳就已經齊發了 包括你看到這個圖 以及很多人 他把很多專家拖出來背書 可是這些專家 在我們看起來 好像也不是財經專家 包括陳嘉宏 他是誰 上報總編輯 總足筆 也是我們的同業 他當然寫很多評論 那我們也尊重他的評論 他覺得說振興不是紓困 別傻傻分不清楚 他的論調跟政府的說法 是一樣的 呂秋元是誰 大律師 講一些愛情專家 有人說他也是兩性專家 所以他也分析很多利弊得失 可是他真的是專家嗎 他可能也不是學財經的 唯一有一個人叫謝金河 可能他有學財經 他是財經專家 可是他也是被 為執政黨來背書 所以我們看到民進黨 他的圖文 他所謂的專家 這樣推出來 還是大家很難幸福 我們先來看看 上報他的說法是 踩踩煞車 可能有變數 這一派人就跟堅哥一樣 王世健一樣 認為蔡英文可能想要踩煞車 是幫蔡英文在讓他 好像他的高度又更高了 那另外這個蘇惠黨團說 五倍券免付一千元 渴望擴大九百萬人 這個說法是本來 我們有109萬戶的低收入戶 可能我們可以給他一千塊 讓他不用出那一千塊 現在有可能擴及到九百萬人 他們在施風向 那我們來看看各地的首長怎麼講 這個意見領袖怎麼講 柯文哲台北市長他說 吃飯都有問題了 還談什麼振興 這是頭 恐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另外趙紹康是說 五倍券根本就是買票 蔡政府是為年底的公投 和縣市長選舉算計 這個是跟我們這個 我們董哥講的是一樣的 沈富雄他說只要解封 經濟自然能夠振興 蘇要管的還是紓困 所以我們看到大家的想法 都差不多 感覺上現在還是紓困為主 小新 大家知道勞工朋友 在整個疫情期間的 紓困的政策是什麼 是貸款給你 那個錢是要還的 不是免費 而且他們還很小氣 開了沒多久 太多人去借就馬上把它關掉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紓困的政策 你根本沒有落實到 所有有需要的人 他們都能夠領到 你現在就馬上要去搞振興 是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對不起 小新 你看到畫面就是當時 他們開放所謂勞工的紓困貸款 你可以看到一開放 就好多好多的朋友在排隊 記者去拍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排隊的這些人 看起來是中壯年為主 他們還把臉別過去 因為他不想讓人家看到他的臉 像這樣排隊 其實一下下 他們就把這個貸款的門 給關起來 因為他們說已經滿額了 是 我們網路上很多 那種什麼爆料公社 前一陣子那時候紓困貸款的時候 一堆人在上面討論什麼 討論說要去哪一家銀行 然後要怎麼樣填資料 然後幾天之內才通過 一堆人在講說 送件這麼久 怎麼都還沒有審核下來 所以這個第一點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今天你紓困真的有做好 你今天用消費券的方式去做振興 我覺得還算至少你有一個理由 可是你完全沒有 第二個很多民進黨人其實也知道 你不發現金 寧願會更大 你不發現金大家會更不爽 可是他們不願意直接站出來 講說我是違背這個 蘇貞昌的政策 所以他們都說政策還沒定案 以民進黨的個性 政策定要我們再跟你討論 就來不及了 所以他們講說蘇貞昌還有定案 說要拿一千塊出來換 蘇貞昌沒有這樣講 真的嗎 你去想 如果今天我們不用從口袋 掏一千塊出來 你給我五千塊 還有所謂五倍券的五倍嗎 沒有對不對 就沒有五倍 就是你發四千塊消費券而已 所以蘇貞昌在講什麼三倍券 什麼五倍券 他隱含的就很清楚 不要再凹了 就是你要拿錢出來再跟我換 可是你紓困沒有做好 很多人一千塊他都要拿不出來了 他這一千塊 他是要拿去繳房租繳水電費的 結果為了配合你這個政薪 他還要跟人家借錢 借一千塊再來跟你換這四千塊 甚至有人把他家的摩托車給盪了 只為了要拿這一千塊 是 所以我覺得他說六成的民調 民眾支持發五倍券 我大概知道他們要怎麼做出這個民調 就是你問民眾一個問題說 請問你知不支持政府發放五倍券 你不要跟現金做比較 就會得到 因為你至少你有發東西 可是我假設他的問題是單純這樣 才只有六成 你就知道大家對五倍券的政策 是有多麼不滿意 所以蔡英文不要再當局外人了 前幾天他去雲林勘災的時候 也有記者問他這個問題 他怎麼說的 他說等行政院規劃政策好 再跟大家說明 我們選你今天 選你出來做總統 你任命行政院長 你就是要對政治負全責 怎麼老是推給蘇貞昌 不要再躲在後面了 出來把這件事情好好解決 讓基層的民眾可以領到 應該要發給他們紓困或振興的錢 看起來蔡英文在五倍券 這個議題上看起來像是局外人 他連管都不想管 可是對一件事情他管很多 而且一直不斷的出來背書 不斷的出來代言 甚至說我的手臂要捐出來 他講的是這個高端 很奇怪 我們的總統的高度 是拿來這樣子背書的 8月10號日本的這個 藝文春秋這家雜誌社 文藝春秋這家雜誌社 來訪問這個蔡總統 當時他講了很多 包括兩岸 包括很多臺灣的未來 可是中間有一點 他講到高端 他特別說高端 這個非常很OK 然後他也注意到了 日本現在有一些藥商 或是一些藥廠 也用免疫橋接 也往這個方向來走 看起來這個日本的 這個採訪的記者 我不知道他對於日本 現在免疫橋接的狀況 發展到什麼 了不了解 可是我們知道 日本的首相 並沒有對他們國內的疫苗 做這樣子的背書 8月11號 昨天蔡總統在臉書上面加碼 他說了 他說國產疫苗8月16號 開始預約接種 我也會去又再一次 又再一次告訴大家說 他非常支持高端 現在他也說有超過106萬人 在意願登記中勾選高端疫苗 接下來要開放預約了 感覺用國家的名氣 用國家總統這樣的高度 來幫單一的一個廠商來背書 如果講到高端 我們來看看他今天的股價 他今天股價漲幅將近3% 多了將近3% 我記得他收在281塊 收在281塊還在漲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問題要討論 到底高端是不是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支持的疫苗 如果他是我們國家出錢的 我們國家疫苗 那都不用講 可是他看起來是一個 一個純商業的一個私人公司 今天李秉穎我們ACIP的召集人李秉穎 特別進一步 上了周玉寇的節目 他大喇喇的說 圖利臺灣的廠商本來就天津地益 這邏輯怎麼來的 來聽聽看 很多人就是會講圖利產商這句話 對啊 那我一直在講 我講了很多次 圖利產商本來就是天津地益的事情 你看看我們不是那些重大企業 都有那個減免稅 對 獎利投資條例 那就是圖利產商 多的是 退稅 你再講他是圖利產商 我們當然要圖利我們臺灣的廠商 我們進口貨物有競爭性的 我們給他加稅 我們是圖利臺灣的廠商 這個是扶持國內的廠商 這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本來就是所有政府 都應該做的事情 李秉穎老師這一番話 有點顛覆我的認知 圖利廠商 這是沒有問題的 他不是第一次講 他是要把政府的所有 有利於國內廠商的 企業統統都拿來類比 比如台積電可以退稅等等 他就是說這個都叫做土利廠商 那這個有道理嗎 問題是你訂一個標準 然後這個企業要符合那個標準 人民 我們的老百姓 才會支持你這樣做 比如台積電退稅 我支持 因為台積電創造出更大的利益 那他是世界級的公司 變成我們半導體的驕傲 那我願意支持他讓他退稅 你高端憑什麼讓我驕傲 你告訴我 你高端有通過國際的規格嗎 我們自創國際規格 那就是講給你自己聽了 那我的意思說你要講出 這個疫苗公司 值得台灣人驕傲的地方 比如說你有Novavax的水平嗎 美國那個疫苗公司 人家只是為了說 因為他要量產做幾億劑 他要做2000升公升 那他認為目前不夠嚴謹 所以他先退回來說 第三劑再推 你高端10月28號 連第二期完全減盲都還沒過 你現在就要來大量施打 國際沒有一個標準你通過的 國際哪一個認證說你過了 美國FDA也說不接受免疫橋接 WHO也還沒有定案 是有人提議而已 所以你並不是台灣的驕傲 你跟台積電怎麼比 這個叫叉叉比雞腿 所以你那個就是 這個叫亂內比嘛 不過李斌常常亂講話 這也沒什麼稀奇啦 所以我們忽略他 因為他亂講話 不需要討論他啦 不需要討論他 不需要討論他 那至於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鼓勵大家 勇於買高端的股票 那這個我們就不做評論 所以高端的股票有被激勵啊 沒有 亮哥 高端股票是從417塊跌下來的 現在又慢慢再漲回去了 沒有 他最低曾經跌到191 那現在又回到280 290那樣 可是如果李斌只是一個 普通的教授 普通的醫師 OK 他是我們專家小組的召集人 在我們指揮中心有很大的分量 李平穎就是我們疫苗順序 施打順序的召集人 那他先回答一下 那些特權疫苗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第二類可以膨脹到20萬人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做這樣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第七類可以隨便加團體 都是你在決定 你創了全世界唯一的標準 就是台灣最丟臉的標準 台灣最丟臉的標準 然後還說我們領先世界 世界怎麼可以趕得上我們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 這個勇敢的台灣人 或者是民進黨支持者 民進黨的黨公職 我們知道的已經開始說 我願意打高端 那當然常常來我們節目的高嘉瑜 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可以看到賴品瑜 可能也是自告奮勇要出來打 因為昨天在蔡總統 已經說了要預約高端疫苗的 幾乎是同時 他就貼了這個梗圖 他就說蔡英文在你留言區 吹劍高端 為什麼 他是有一點點在哭手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有那樣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政府有一個陰謀 會用吹劍的方式 逼你打高端嗎 我就想說這個到底有人會信嗎 吹劍打高端 可是他就把它做成一個梗 告訴大家說 他配上的一個圖 是蔡英文在吹那個玻璃的圖 然後感覺是一個蠻有趣的梗 可能他的支持者會覺得很棒 那我們來看看 包括了賴品瑜 包括了高嘉瑜 包括莊瑞雄 蘇巧慧 賴品瑜 蔡世英 鄭運鵬 陳廷飛 林俊憲 蘇智芬 蔡毅瑜 許智傑 張料萬奸 我們現在所能蒐集到的 民進黨的黨公職 這些比較有名的人 他們願意打高端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小老鼠在這裡 因為比較新的消息是什麼 高端疫苗 這個檢驗風階 他們說比較費時要五週 為什麼 因為除了一些 包括檢驗裡面有沒有細菌量 什麼這個夠不夠 濃度等等點點 另外有一個比較費工的是 他必須先打在倉鼠身上 測試這個抗體效架 就是每一批他會抽鹽一支出來 然後打在倉鼠身上 經過二十八天之後看看這個 他身上的抗體效架 夠不夠 才會施打在人身上 所以是先打倉鼠 再打到人身上 包括這個高家瑜的身上 以及粗小慧的身上 或是賴品瑜的身上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藥品會這樣子 看起來其他進口的這些藥品 是沒有的 因為人家已經做好比較完整的試驗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實驗還不夠 所以要先打倉鼠 也就是在封肩的時候 要先打在倉鼠身上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大家提到南韓 南韓因為莫德納到貨太慢太少 他組成一個催貨團隊 官員跑去美國催貨 那現在他們自己也覺得說 疫苗不能插在別人的手上 會被插脖子 所以他們也在做自己的國產疫苗 南韓的SK的國產疫苗 現在二期還沒有做完跟我們一樣 二期還沒有做完 他就進入三期了 然後他也要對比AZ 他進入三期 同樣跟我們的高端一樣 我們的聯亞一樣 是用幾代買疫苗 那他二期還沒有結束 就進入了三期 他要做三期 他不是跳過三期 他就在韓國被罵翻了 可是我們是直接給EUA 來 曉昕 對不起 這個 這個 其實這幾天國際上的 南韓科斯的新聞 相信大家都記得 8月6號被美國政府要求 你不能再做了 你給我停止 股票大跌 為什麼 因為你們的疫苗不安全 不要再做了 等我們FDA 再三的檢查確定 以後你們才可以再做 所以他是全世界最頂尖的 次蛋白疫苗的製造者 那我們是緊跟在後 我們排名第二或第三 就這樣 那因為全世界還沒有針對 次蛋白有緊急授權購的 包括美國歐盟或世界衛生組織 都沒有 所以大家都在等這一支 這一支現在是被美國政府 這樣限定 那台灣的危不危險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毛毛的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其實民進黨政府 他為了這支 這狗產疫苗 他其實發很大的心血 你只要看蘇貞昌 今年2月他在立法院做的報告 他說我們要買的 總共1981萬支 對不對 那你那時候的覆蓋力 目標是六成 六成的話你應該3000萬支 你怎麼會只有1981呢 其實那時候他沒有交代 後來知道了 原來他背後還藏了 兩個私生子 一個高端 一個聯雅 自己的小孩 是 自己小孩 這兩個小孩就是 各買500萬支就1000萬支 加1981合起來不差不多 就3000萬支嗎 對不對 所以他們民進黨政府 現在最痛恨的是誰你知道嗎 痛恨好幾個人 第一個 最痛恨的就是美國人 你幹嘛送我們250萬支 你送250萬支 我們就少250萬支的利潤 對不對 後來日本人不嗜氣 又送了334萬支 更可惡 越送越多 那你送了我們又少用了 結果立陶宛又來了 總共別人送我們的 這些都打了586萬支 我們今天台灣 包括今天下午來的 才1012萬支 裡面有586萬支 是別人送的 送了以後就表示 你的高端就要少打了 對不對 這是很現實的 因為國內國外 大家都搶著打 一定是搶國內 好 那你今天看到這種情況 你就知道其實民進黨政府 他現在很無奈 包括林喜耀他有這個安排 然後他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為什麼蔡英文對 那個文藝春秋要講這個 因為他想把日本拉進來 台灣人崇拜日本 那其實日本樣樣了不起 他不曉得現在日本首相的民調 已經調了三成以下了 即使辦冬奧辦那麼成功 都調三成以下 那為什麼會這樣 要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表示讓台灣人覺得說 日本人也在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最近看 那些綠營的名嘴到處在講 日本免疫僑階怎麼樣 我就知道這同一套戲 因為過去阿扁也一樣 他們要先導一個東西 就先把那些名嘴找過去 給他們資料 我告訴你們 然後大家有一套祭本 那我過去在當主持人的時候 我當主持人的時候 黨中央有的還會送很多資料 在門口 交給要來上節目的 你贏名嘴 然後都把它做好手板了 然後怎麼講 有時候他們上完節目之後 這東西送給你們單位了 我們不要了 因為不是我做的 就碰到很多次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知道民進黨在 為了貪戶高端這個 他其實花了非常多的鮮血 那今天來了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叫大家去登記 蔡英文要打的那一天 一定會敲樓打鼓 那一天是823 各位823號 823炮戰 823 那是一個大的戰爭 大家趕快來看 那三年前蔡英文在823 是被罵個半死 因為那時候是2018年 記不記得 60週年在金門他都不棄 那你不棄你就派副總統去 副總統也不棄 結果副總統陳建仁 824帶著全家8個人去金門旅遊 那你好宅提早一天去吧 沒有 他是純粹來旅遊的 所以那時候蔡英文是被打得 非常滿頭包 那現在呢 現在他也要打得國人滿頭包 我要打高端 你剛剛講了嘛 綠色的委員有62個 只有12個人 而且都是高嘉儀 賴品儀 蘇巧惠 什麼時候看到小女子捨身報國 到這種地步 是不是 等於說很多大男人不棄打 那些每天鼓吹的人不棄打 然後今天讓這些人 又爸爸當行政院長不得不棄 賴品儀他爸爸當政府公司的董事長 賴靖林嘛 所以大家都有那個 那高嘉儀是因為天天被修理 只好說那我 向黨效忠 對 把AZ的他自己又去改 他不能要打AZ 又去改 所以變成大家都要去表效忠的話 那就很難看了 董哥我們來看有一個人 他其實已經打好兩劑了 打好AZ兩劑了 可是他說我願意第三劑 我再打高端